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再忙也要收听房老吉 Date 关心房市Date News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武同浩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讲 立拼本会期三读通过 行政院已经正式通过 平均地权条例 俗称打草房无重拳 将含请立法院审议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instagram上面有发表一些想法 避免观众没有追踪我们的 我来讲给大家听一下 立拼本会期三读通过 而如果立法院修法通过 预计将导致投资客急下车的抛售潮 不只投资客需要担心 包含建商代销都需要留意 因为这些行政法判定的基准 在于前线的执法人员 并且地震师的简报中 明确针对潜销 分析销售 网络纠团 换约夹价等手法 虽然这是自助客减便宜的时机 但全球经济走缓 通膨来袭 升息隐忧 房价基期太高等等 只能说是进场的时机 但不能说是最好的进场时机 还是要多评量自身的经济状况 有时候房子不一定是资产 也可能是负债 那先讲第一个啦 就是说他现在执法的是 由这个第一线的执法人员嘛 那这个有什么可怕之处 这个执法人员的可怕之处呢 是不是因为 因为我知道很多建商朋友啊 那些老板们嘛 都是认识什么 市长 议员 立法委员 的这一类人 但是第一线执法人员呢 他们就没有 没错 深根到这么深 如果你的第一线执法人员 是很资深的话 那我先不敢讲 如果说他是比较年轻的 他会在第一线嘛 那这些的年轻常常就是你知道 他是正义的化身 有的时候难免你在那个 职位待久了 你就会变成是 无意探长 雷落 就是会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变化 但是因为这个毕竟是国家级的法令 如果你第一线的执法人员 充满了正义感 那就变成说 你到时候要关缩的时候 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他真的如果抱上去了 可能你的县市议员 要去帮忙讲话 都不太好讲 因为这已经到的 到时候是行政院在执行 立法院立完以后 行政院在执行 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不是那么好讲 所以对于建商来讲 我觉得这个 由这个第一线的执法人员来去判定 他们一定会有意义 那判定的标准 如果说他个人怎么样 就是会有人在那边鬼叫鬼叫 但是我自己觉得可能 这些的前线人员 可能正义感会偏重一点点 那所以会不会导致 这个建设公司或代销公司 会多注意点多小心点 我觉得会 那这样子也没有不好 那再来就是说 现在遣销 很多都在遣销 对不对 那遣销就是他建造快要取得了 还没有取得 他可能就先做一些 这个遣销来做一些案子的介绍 那有的时候 这些可能客户觉得喜欢 他就会红单先买了 就先签下去了 他就是不要你做这个 那分期销售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 因为他还没有很明定出来 因为假设 譬如说我今天推一个案子 譬如说 防老级一期 那推完了 我卖得不错 我旁边第二块地我买 然后再下来我推二期 这个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不算 那我觉得所谓的分期销售 应该是譬如我这一栋出来了 我某些户别我锁起来 消控 对 那你我前面我就先卖 然后我后面 价格上去了 我再来把一些户型释出 我觉得应该会有 我觉得比较偏向于是在这个部分 不会是说你真的是推一期二期这样子 然后这个网路纠团 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网路群组有没有 就是一 就听说有很多的 这个怎么讲 就是有些收掉了 好 有些有在里面注明说不能讲什么东西 然后也有的是有退群组 之前有段时间有退群组的 当然我们自己也有群组 但我们群组不是这个潮房的群组 我们只是分享新闻的一个群组 对不对 那他针对这个要去罚 我觉得对了 这个已经讲很久了 好 那我们之前就很知道了 甚至有的时候那个群组内 讲说哪边哪边有案子 就是他们群组内 里面的 譬如说A级会员 再卖给B级会员 对不对 A级会员炒作一下 然后卖给B级会员 B级会员再卖给C级会员 所以那里面就像是一个 在某些层面上 我感觉是有点像一个传直销系统 对不对 就是一个没有立法登记的一个传直销公司 那他刚好卖的产品是建设公司的 这个建案 建案 对不对 合约了 有时候连房子都还没有盖好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像这样的感觉 当然因为现在你说 这样子会引起一个下车的一个状况 会吗 的确啦 自助客是可以去接受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最好的时机 我个人觉得可能要再看 因为最近的状况是 就是整个好像的全球的经济的走势是 没有像前面两年这么的强劲了 那有的专家是看跌 有的专家是觉得就走缓 就没有像之前的力道了 那我个人也是比较偏向是觉得是走缓了 应该还不至于那么快的下跌了 当然也可能会看错 那但是通膨这个就不用讲了 对不对 升息 升息是不怕升一次 是大家都要讲 升升不息最可怕 所以前段时间有人问说 到底是要用银行的利息 他现在银行利息蛮低的 比如说1.2还1.3 他现在可以拿到的 那因为现在都大概1.5多了 对不对 那还是要用轻安的房贷 那如果说是我的建议是 如果说你要持有的话 就是你要自住的话 你就走轻安吧 因为后面的升升不息 你怎么知道 那如果说你是要打算短期卖掉的话 你可以先读读看 你可以先读读看银行的 因为升升不息是后面的事情 你现在才在第一个升而已 那你就赌早一点卖掉 这个就是你的选择会 关系到你选择哪家银行的贷款 就不一样了 最怕就是后面一直会升 那你升到后面 你说会不会升到 这个房贷大概是在3%左右 然后大家在那边挨得要死 有可能 但因为你2015 16年那段时间 房贷大概就是在3% 这个range内 所以你换个方式来讲 是最近跌的有点不正常 那一直以来大概都在3%上下 3%多了 我觉得它只是回到正常而已 但是房贷如果说真的都超过3%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再下去买房子 这个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一般来讲 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买房子 在我讲2015 16年那个时期 你想要买房子 然后马上就是等交屋之后 你出租 你要靠全部的租金去cover你的房贷 在那个时间点 其实你只能说一拜一拜 有时候自己还是要贴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房租就是 你租房子大概是获利 那年获利大概是2点多上下 大家都差不多是这样子 可是你的房贷负担是要3% 所以你自己都会贴一点点 是很有可能会贴一点点 所以那这样子的状况下 那你还会想要买房吗 你可能就不会想要买来租了 因为你买了你还要贴钱 可是状况就是 没有多久房租也开始涨 当然它就是慢慢会涨 但是你的银行利息 会不会一直涨的 比你房租涨得还快 有一段时间会 但是后面一段你会发现 这个利息没有再上去了 可是你房租好像还在涨 但是你是一年一年涨 因为你不可能说 我房东我跟你签合约 我就只签一个月 当你这个涨着涨着 我觉得还是租房子 比较划算的时候 我还是会租 涨着涨到后面的时候 就会开始出现 广告就出现了 租不如买 等到这个一出现 这个时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租金的涨幅 已经高于 银行利息的趴数了 就是你看那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这种广告出来 就差不多是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那你说像现在进去 到底好不好 我觉得如果说你是 就是每次我都讲一样的 就是你有急的自助需求 你当然去接受 但你不急 你也不会觉得说 我今天有的时候 先缴个一两年房租 给房东我很干 你不会很干的话 其实也没有一定要急着买 那再来就是 其实现在最近 他政府这个在打的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针对 这个法人的部分 其实你像前段时间 这个时候不是说 已经应该是一年多前 那时候的房地合约2.0出来 不是说你乘务之后 转售是要45%吗 对不对 那第一年45%吗 那在第一年 这个45%就很高吗 所以在那段时间 就有一堆的投资客 就已经成立公司了 然后因为公司转让房子 这个不动产 只有20% 所以他多赚了25% 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的 炒房团体 是已经有成立公司 司法人的 而且你实际上去看 那现在的交易 也大多数都是这种司法人 在交易 就是当时为了省 那个25%下来 那这段时间 假设如果说 他这个法令公布 其实还有包含一个 就是说 你司法人买住宅 你必须申请 然后五年内不能转售 对不对 那你现在有些司法人 当时在炒房的 现在是不是想要赶快转售 他不转售 他就要持有五年 那很夸张 而且这些司法人 就是你平均有些 这个我们讲司法人 跟多屋族好了 就是手下持有很多房子的 像我们一般 你可能持有个四间很多了吧 对不对 因为你都是可能中长期持有 大概四间不少了啦 对不对 不管你是要租 自己用 办公室使用 什么的等等的 那这种 他从炒作的多屋族 手上有几间 你们猜 十间 统计 统计起来 平均下快五十间 那这很多 很多 所以现在你说 假设一间司法人 他要去抛售 哇 怎么突然有抛售草 对啊 他一斤就抛五十间出来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说政府 他要去限制这个司法人 当然 你要去限制啊 那不然的话就是这些炒作公司 就是把房子拿在手里面嘛 没错 对不对 那你的这个东西又不是建商赚 然后建商被骂 对不对 代销也没有赚到 代销被骂 但是我不是说所有都没赚到 大部分 建商跟代销 他不一定有赚到 但是这些炒作公司 他就直接赚到了 产品不是他生产的 他只不过就是先一步拿到了 但是有的时候你说 这样子的东西 他不对吗 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先一步 然后比如说那边有个正妹 我先一步追到手 那就是我的 对不对 这种感觉啦 所以 这一次的打扫房 如果说 这五条都三读通过 的确会对市场造成很大震撼 你说现在是 是不是最好的时间 不敢讲是 我个人觉得不是 那我觉得晚一点会来 再晚一点 可能你年底过后 那个时候会有一些 前一批的已经交屋的 这些新乘屋 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在这个里面有讲说 也禁止新乘屋转售 他所谓的新乘屋 不是说你真的已经移转了 是建商盖好取得使兆 再移转给你 这个持有人中间的这个作业时间 可能两个月到四个月之间的 作业时间 这段时间你不得转售 但是当这个房子已经转到你名下 正式在你名下以后 就是你的房子了 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转售 可以 只是你要被克45%的税而已 我是觉得那个时期 可能会是我们自助客 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 是因为这一批 他要出来转售的新乘屋 他当时取得的价格 也是比较低的 甚至有的是在飞涨的前半段时间取得的 如果说你让他获利到一个程度 让他不要再继续下去 甚至那个时候因为不管是通膨或者是升息 他也觉得脚这个房贷有压力 他也想赶他脱手的状况下 我觉得那个时间点 你可能会拿到比较好一点点的折扣 去看你愿不愿意等 他如果说大家都愿意等 那这一段时间跌得越惨 那下一段时间 你要来接手的时候 他们就更软 你懂意思吗 听起来不是很好 那但是同样的 不代表在那个时间点 你占有优势 你谈都一定赢 不敢讲 因为有的可能你 他这个投资这个 他选的区域是真的是精华区域 他也没有一定要卖你 但是你也可以讲说 你也没有一定要选那边 那么多人拿出来卖 我没有一定要选那边 对也是可以 就是看到时候讲实在话 就是看谁更需要那笔钱 就是假设这个很需要 那你可能就 就是这个投资格比较需要 那你可能就比较有谈判的力道了 所以说急可以进 但是没那么急 晚点进 可能时机点更好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把航老奇 拜拜